大家好 我是Heidi 今天我把鏡頭移開了 希望可能沒那麼反光 其實我知道我房間和片段的光暗一直都做得不好 因為我想是關於我家的房間是用非常微弱的黃光 然後我前面又有一盞白光的打光燈 所以效果有點奇怪 所以我也在考慮下段影片把這裡轉做白光燈 希望下次的效果會好一點 大家多忍一個星期 Thank you 今天我很隨意 沒什麼造型 想跟大家說一個很搞笑的題目 之前在Instagram問過大家想不想看我的淘寶縱篇片 也有不少朋友留言想看的 所以我就找回淘寶買完之後會啞了的東西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也不知道這次分享完之後 這一批衣服的去向會是去哪裡 大家經常看到我做一些開箱淘寶推介 其實我買淘寶縱的機會率有多高呢? 通常我買二、三十件衣服就會中伏一件左右 怎樣可以把機率再降低一點 淘寶怎樣可以避免中伏呢? 我也有一點點tips可以放在後面跟大家分享 其實我今天分享也是以服飾衣裙為主的 我找到盡量已經找了出來跟大家說一下 否則通常都不知道放在哪裏 或者直接不要 第一個跟大家分享就是一個 它是假兩件 它就看上去好像一件背心 然後是一個襯衣裙 然後做了一個露博的設計 它在淘寶的時候 圖的效果是非常之不錯的 然後來到的時候 你們會不會覺得穿上去 像一個茶餐廳跟你下訂單的 時應熟熟的衣服 它這件襯衣真的做到很闊 然後質地是很...很襯衣質地 我以為是棉麻質地來的 但是不是 它真的做到襯衣質地 然後這裡面 這隻顏色是什麼事? 它明明在圖裡面 都好地地 是再補藍一點點 但是來到實物 是非常像那些阿叔的底衣 顏色 所以穿上去 真的... 插支筆就可以幫你下訂單 我真的覺得這件衣服 我的期望是很高 然後是掉進谷底 其實像阿叔的衣服 什麼都不止這件 因為很流行一些 復古的環間的短皺衣 也好背心也好 我本身是想買一件便宜的來試一下 我就不小心 不知為什麼就買了這一件 我不知道鏡頭前面你們會覺得怎樣 我近鏡少少給你們看一下它的圖片 它這種顏色... 它不是白色的 它那個顏色是... 有點像原本是白色 但是有一次洗衣服洗錯了 染了色之後變成一個淺粉紅色的感覺 而且它的尺寸... 它的闊度... 它好像是沒有馬肩的 如果有馬肩就不可能買到這麼大件 你看到我的肩膀是來到這個位置 這裡全部都是多了出來的 它不是超過的 它完全像我爸爸睡覺穿的衣服 如果這件衣服不是我在淘寶的箱裡拆出來的話 我一定會以為我媽媽洗完衣服之後 不小心把我爸爸的衣服放進我的衣櫃給我 它是... 它是麻痺 不是復古 OK 我夏天的時候就很喜歡買一些很薄 很透的外套 因為你出入冷氣的地方 夏天你... 你不找些東西披一披 又好像尖寒尖凍一樣 但是你又不想帶一些很厚的衣服 所以我就經常用一些很薄的 不小心就用了這一件 我穿給你們看 它是毫無美感 毫無cutting可言 就是它... 它... 可以說這裡有一個開叉的細節 但是你穿上去的時候 你是不覺得自己漂亮的 你會覺得這件衣服很奇怪 很生氣 然後... 一住東西這樣 總之穿上去 我是... 我不懂形容 總之就不漂亮 所以呢 這件衣服我是... 在家裡 如果在家裡的時候 冷氣很冷都可以披一下 但是如果你說我在家樓下的茶餐廳 我都不會帶它 雖然它真的很薄 但是這一種的質地呢 是... 珠沙質地呢 是... 好像我婆婆會穿的那些衣服 我不是歧視婆婆穿的衣服 但是... 我真的不是婆婆嘛 所以這個質地我真的... 不是太OK 我覺得它真的不漂亮 好了 那還有些什麼呢 就是... 這一條大家經常都看到 我都會穿外出的裙子 那... 如果你有看我的Instagram 你都會見過我 有穿過 還有會拍過... OOTD給大家看 然後我都有跟大家說 這條裙有少少少服的 你看呢 它這些間條都沒什麼問題的 你會見到它 藍色粉紅色都很漂亮 對啦 但是... 不知道為什麼到這裡呢 看到這個位呢 它那些間條呢 好像吃錯藥一樣的 又橫又歪又歪又斜 那... 這條裙明明是直肩裙 來的嘛 為什麼會來到這裡之後 會變成斜肩的呢 它那個摺博位是做得其差的 所以這條裙是伏伏的 不過我連著它前面 大部分的位置都做得很直 還有它是一個白摺裙 都可以藏起一點點這個缺陷 我就原諒了它 但是... 我也不會推介大家去買這條裙 穿之後呢 就是一個闊腳褲 這個闊腳褲 其實我看那個圖案的時候 就覺得好像很度假很休閒 還有可以做一個裙褲 我覺得很漂亮的 就是這個圖案 長度和闊度 是做到飄逸得來不飄逸 然後... 好像很硬的 總之呢 它就是一個穿了出來 好像大陸阿嬸 去街市買菜的一個感覺 我不是有什麼貶意 但是真的不是我想像中 本身買它的時候想要的一個效果 而且它這裡是做到一個 超級無敵大喇叭的感覺 而不是一個很漂亮的裙褲的感覺 這個我真的覺得不OK 我會穿的 有時候我放Chopper都會穿的 話說放Chopper 我懷疑不知道有沒有人撞過我 因為有一次我放Chopper的時候 有一個女生在那邊看著我 我真的很擔心 她會不會是看這個Channel 然後對我非常失望 因為我整個主婦阿嬸 又一丟耳朵 一個袋 兩個袋 還要戴著一隻狗 還要沒有化妝 我想起我都覺得不堪回首 好了 到最後一件我找到的中伏品 就是一個我真的 我真的覺得我買錯回來 不知道做什麼的一條裙子 你看看這條裙子 它很漂亮的 有沙沙 然後又是一些花 不過那些花只不過是 三四十年前的花款 很奇怪 它無論Cutting 它的沙 它的花 都是大媽feel的 我買的時候 不知道這些花是金色線 如果我知道的話 我一定一定一定不會買 我買的時候 以為它的花是在裙子上 然後外面是一條沙 今年很流行 然後變成這樣 真的 我覺得是很像那些廣場 大媽去跳舞 穿那些衣服 他們一定會覺得自己很漂亮 以上這一堆就是我 2018年 不知道為什麼 會買回來 在淘寶 逃了回來 而中伏中都死了的一些衣服 如果以上有哪件衣服 你覺得 不是啊 我carry到 是你carry不到 你想要的話 記得記得要訊息 告訴我 我看看有什麼方法 可以把它寄給你 接下來 就會有幾個提示 可以告訴大家 究竟有什麼方法 可以避免中伏 第一個就是 成也pattern buy也pattern 盡量買一些正式的衣服 不要買太多pattern 所以我平時都會買一些比較平衡的衣服 我買了很多有花的衣服 都死紋率都很高 所以大家可以不要學我去買這些pattern 第二 除了pattern之外 尖條都是一個很容易中伏的位置 不要說那條裙的直尖 有時候橫肩衣服 因為這些薄位 很容易不會做對齊 平時我們去時裝店 他們會去QC 都是看尖條位是否對齊 剩下的貨尾 有時候會在淘寶出現 或者淘寶的人的QC 做得很狠狠 他們這些位置會高高低低不平衡 其實就很容易看到一件衣服的好和劣 所以盡量都會避免去買一些間條的衣服 第三 一定要看買家 他們買完回來的評價 而且最重要是有他們穿上新的圖 有時候的衣服 你會看到那個model 穿得很漂亮 但是你也知道內地的修圖技術是多麼高超 我想一件很不漂亮的衣服 他們都可以把它修得很漂亮 而且很尖的 他們的衣服很闊 會用大頭針在後面固定 然後拍正面 看起來好像很修身 第四 是不是第四 就是要選一些自己比較有信心買開的店 我不要說什麼皇冠、鑽石等 當然那些評級越高 信譽越好 但是有時候我中伏都是在一些很厲害的店裡買回來的 所以不需要特別在意它的評級 反而你在那間店買開的質素都不錯的話 其實都打了一支很大的強心針 不過真的 我有試過在一些經常都買的店都會中一點服 有時候你買幾件衣服中一件就算了 而最後一點很重要很重要的 就是要看我的淘寶推介 通常我會篩走一些不好的東西 然後一些我覺得非常好 很高質 又便宜 又好用 穿出來有漂亮的衣服就會跟大家去分享 所以 如果你覺得我這個153小粒仔 跟你的身形有點相似 然後我的風格又比較適合你的話 不妨多點留意我的淘寶分享 就可以減少你中伏的機會了 好了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分享 記得給個like subscribe我這個channel 我每個星期都會upload兩條新片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今天的分享 和麻握 有時會交給你 是相同的 摩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